今天来市场再说一个三星附罗3 这个是港版的啊 港版的都带都带谷歌 大家也都知道啊 附罗3港版的和国行是一样的配置啊 双卡双待的 全网通5G网络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配置啊 那个密西冰城的哦 那你买的呀 过的三代的啊 然后有这个卡槽1卡槽2 这就是代表两个卡 然后再大家看一下这个软件 这个版本这里7GY 这就是港版的一个标识 如果说是国行的话 就是c a7-a的那种 然后再看一下它的一个 内存配置 港版和国防都是512的512的多一点 当然了港版的也有256的256的内存机在市场上面比较少 韩版和美版的话 它们都是单卡的 它们都是单卡的 我们问一下这个大姐这个多少钱 姐这个多少钱 80008000 5112的市场拿过8000 橙色橙色写的是冲心的橙色 我们看一下这个外观橙色 确实是没有磕碰 没有 没有明显的磕碰瑕疵 屏幕的话 它都是有贴这个保护膜的 原厂的保护膜 也都是没有划痕的 这个新机还要9000多的 这个 新机的话不过是带了一个盒子 带了一个充电器啊 然后多了一个发票 二手的话都是这种单裸机 没有盒子没有配件的 橙色的话也都是一个准新的橙色 相当于少了1000多块钱 其实像这种二手机器啊 有些人不介意的话 选择这种二手的 对吧 性价比还是还是很像的 但是有些朋友的话 他觉得他觉得这种二手的 对吧 是别人用过的 或者是觉得不是原装机 有没有什么按病之类的 就比较担心比较介意 像那种的话 他只能去考虑这种心机啊 当然了 心机的话 对吧 有9000多1万1万块 又不舍得花那个钱 所以说这种 这有些时候他们选择的话 也是比较纠结啊 比较疑难 疑难杂症一点 像我们背包客存在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你让我们去市场 帮你去挑机 最起码的话 这个机器在我们手里面 我们能最大程度的 看得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况 有没有喜欢的 三星折叠的啊 听说今年的富的富的四代也马上就要出来了 要到今年的十月份了 富富的三代 现在还要八九千 6月29号 小光哥淘鸡 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主播